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答应过我呢 喂 喂 丧志 不是 你为什么周末没有去补习班啊 这都几点了 我在一和 哪儿 你跑去那儿干嘛 那个网恋网友让我来的 你 你现在在一和哪里 在机场 你待在哪儿不要动 我去叫段牙去接你去 我告诉你啊 你如果要是去找了那个所谓的网恋对象 你看你回来我怎么收拾你 丧志 佳雪 找到了 我去找到了 我去找到了 有的温柔 慢慢感受 不是答应过我 要好好学习不让人担心的吗 网恋对象 我之前说过什么你忘了吗 你现在长大了 敢自己一个人跑这么远的地方来 她是谁 你的女朋友吗 你答应过要先告诉我的 为什么说话不算数 说话 佳雪 别对小鸣那么凶 也许 是命运的挥挥手 总有遗憾停留 有你分享快乐 你会找到二位 我也是你不去找到一位 父亲我们想要过三位 我想要去找到一位 你不去找到一位 你不去找到一位 你不去找到一个人 你不去找到一个人 那些身体 她嫌我太小了 她走了吗 桑枝 她这么做是对的 你现在年纪太小了 这么做不合适知道吗 可我会长大了 那就等你长大之后再说 那我长大了 她就会喜欢别人了 没关系 我们小桑枝长大之后 会遇见更好的 这个姐姐 应该就是一个更好的人 也许是你早早伸出手 拥有吗去拯救 用你陪着我家 对不起 麻烦你们 我以后不会再这样 哥哥没觉得你麻烦 把眼泪擦擦 我们主要是太担心你了 怕你会出事 所以才会有点着急 但是现在 你自己知道这么做不对就好 去厕所洗把脸 我带你吃个饭去 我不想去 我想回家 回家也得吃饭 你把身份证给我 我帮你去看机票 佳雪 要不然 我带她去吧 不用了姐姐 我可以去的 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等会儿 带你吃好吃的 来 小朋友长大了 你 你先吃饭 小姑娘 就是这样慢慢长大的 别太担心了 你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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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怎么把衣服脱了 快穿上 不用了 那个姐姐呢 她有事先走了 是不是我刚刚太凶了 小朋友的忘性就是大 还几个月没见 见到我就跟陌生人一样 弄弄还挺伤心的 这个机票多少钱 没多少钱 一点十分的飞机 还有时间啊 我带你吃个饭去 走吧 吃一点 什么呀 你一生病了吗 没有 就是小感冒而已 我没事 你真不吃点 给你的礼物 给我的 可以拆开看看吗 原来心里还是想着我的呀 礼物我很喜欢 谢谢 你不用告诉我了 我妈 你如果谈恋爱 不用告诉我了 这也不是我抓给你的小熊吗 送给你 祝你 天天开心 你也天天开心 那我走了 拜拜 快去吧 快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妈 回家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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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 我带你去买运气香酥鸭吗 哎呦 你就失个恋吗 啊 佳许哥 我终于找到自己的梦想了 考上一和大学 教训课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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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现了我的梦想 考上了颐和大学 还有学后 你马上要回来了 当是赤 那学会抽烟了 我没有抽烟 不是我的 刚刚明明看见从你身上掉下来的 不学好 不没收了 不是 我都跟你说了是我朋友的 他们可能是放错了 你要是不给我 还喝酒吧 一点点 先不说别的 这么久没见也不叫人 这家许哥 过来这边玩啊 是 我过生日 军训什么时候结束了 上个月中旬就结束了 薄庆七天假也不知道找我 上课去了 放假你上课 我说错了 兼职去了 兼职 是啊 我以前也要兼职 我除了兼职 还要去帮你见老师 给你写作业送你去上学 小白眼老 小朋友没点良心 也挺好 架学哥 你那会儿已经大四了 我才大一 可能就是会比你忙一点 你还攻击起年龄来了 丧志 你摸着良心想想 到底哥哥对你哪里不好 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还有 我已经长大了 你如果还交小朋友的话 会不会有点别扭 能长多大 还不是一个小朋友 对 还是个小孩 两年 两年 嘉雪哥确实也老了 沧桑 桑枝 你掏出手机看看 我发了多少信息给你 一次都不回 为什么 我 我跟你说过的 我要上课 上课要与世隔绝 当然要与世隔绝 如果不与世隔绝的话 我怎么考得上一鹤大学 好 九点多了还不回家 要回了 收拾东西我送你 不用 我跟同学们一块回去就好 也行 也行 桑枝 这么久没见 都学会化妆了 确实跟以前很不一样了 我已经长大了 我已经不是小孩了 能长多大 还不是一个小朋友 老东西 骂我啊 也是 你今晚好像也就见了我这么一个老东西 不是在说你 那是在说谁 就 随便说说 那你跟我说说 是什么人能让你这么骂 我也想听听 佳雪哥 其实 也不用这么八卦的 等等 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要跟你同学一起回去吗 走吧 老东西送你回学校 好 还冷不冷吗 莫子 你 你家住哪儿啊 文庭院 是图书馆那儿 那 其实跟我学校是反方向 你要绕很大一圈的 我刚才其实 可以直接去地铁站 然后 好 年轻人 我呢 是想找你算一下账 顺便送你回家 其实 其实在我们年轻人的词汇里 那个词已经 挺文明了 我觉得应该 不算是说脏话吧 今晚喝了多少酒啊 一瓶 以后在外面还是要注意点儿 跟不认识的人呢 最好就不要喝酒了 嗯 也不是不认识的 都是同学 不同系维而已 而且室友们也都在 我知道 就是提醒一下你们 嗯 嗯 咱们俩 沟通一下 嗯 嗯 为什么 感觉你对我有意见啊 小朋友 嗯 嗯 嗯 不喜欢你叫我小朋友 小朋友 我确实比你年长五岁啊 而且你以后结婚了 你爸妈 你爸妈不一样觉得你是小孩吗 所以你想当我爸 嗯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 我已经长大了 所以 嗯 你在叫我小朋友 会觉得很别扭 好 我知道了 你考了一大 是因为你那个老网友 是吗 不是啊 不是啊 不是 是因为一大的树莓是全国最好的 刚好我的分数又够 所以当然要来一大 之前跟你哥打电话 他好像对你来一大这个事挺生气的 我还以为是因为那个老网友 不是的 我 我 我跟 早就没联系了 没联系挺好的 我 我哥生气 是因为 我高考志愿的时候 没有跟他说 不过我给我爸妈说了 爸妈也支持我去一大 他不知道我在忙什么 反正他没来问我 我就没说 我以为他不关心呢 结果报考完之后 他又来说我 他来找我吵架 那我当然要跟他吵架 而且 而且我成年了 就 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是啊 桑枝长大了 可是你还只是把我当小朋友一样干 你自己一个人 过来这么远的地方租大学 以后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我 知道吗 我刚刚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哥哥知道 你们这个年纪 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很正常 真没觉得你没良心 不过你刚刚叫我老东西 这怎么不算糟话 小姑娘还是要说话文明点 对不起 我以后不会再说了 知道错就好 你以后有空的时候 可以来找哥哥吃个饭 好 到了 回去冲点蜂蜜水喝 别明天早上起来头疼了 送你家去哥 对了 哥哥一个人在这边 听你哥哥说 你要过来读大学的事情 我很开心 好 回去吧 那我走了 嘉许哥再见 晚安 exhale poop 做 italiano 带你 就生 CHRIS 我有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